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谢谢当然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介绍 那接下来呢有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明星梦想观 也就是我们的王菲菲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菲菲 很开心今天来到雅诗兰黛 云端奇迹直播间 在直播间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我觉得我的声音怎么会这么大 你知道吗 刚刚我在旁边的时候就觉得 哇Linda真的是好温柔 一直在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优雅的 也没有也没有 就是有点娓娓道来对不对 对对对就很优雅 然后我一上来怎么会声音那么大 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其实空间会非常大 对 其实说到菲菲呢 说实话我前段时间的时候 跟好朋友真的是一直在关注节目 乘风破烂的姐姐 对然后说到你的时候呢 就不得不说一句 我们当时所有的好朋友都觉得 你在舞台上呢 以专业度来讲 以这个舞技来讲 舞台的表现力来讲 还有最重要就是你的眼神 就是你的眼神跟那个镜头啊 跟这个观众交流来讲 就是绝对是最专业最好的一位 感谢谢谢 谢谢你们喜欢这个节目 对那也顺便问一下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棒的演技 到底是怎么演练出来的 我是觉得因为对我来说 我一直以来就是 特别注重眼神 对 我是一个特别注重眼神的人 对 因为在舞台上 你要通过眼神去传达 我此时此刻 我这首歌想唱给你的是什么 我这句词我想说的是什么 所以就是一定要通过眼神 来告诉电视机前的你们 我此刻 王菲菲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所以真的是 眼睛就是心灵的窗户嘛 所以就是眼睛真的很重要 所以在舞台上的时候 你知道就是 人是要有一定的自信 你在舞台上的时候 你的眼神才能定得住 对对对 你看大家的眼神必须是坚定的 那大家就觉得说 哇 好有气场 就顿时就觉得 hold住全场的感觉 所以你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 在那个镜子面前 有没有去练习一下 哦 有 有 有 是一定会去练习的 就是会反复地去练习 就比如说 我们的朱大哥 下周要发了 那我们在练舞的时候 对 就会一直对着紧张 去练习 然后拍下来 然后反复看 对 然后呢 我平时其实还看这个 飞飞她的那个Facebook 她有没有 耶 欢迎来到我的Facebook 欢迎来到我 非常完美 但是你在那个Facebook里面 介绍了很多 分享了很多啦 吃住行 游购鱼都有 但是呢 比较多的分享 是你平时的一些 护肤的心得 然后我就发现说 她超能讲的 我今天还跟那个工作人员 说我说 飞飞来 叫我来干什么 她一个那个船 介绍了个十几二十分钟 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你从头 Q到我就可以啊 噼里啪啦讲 全部讲完了是吗 没有了 还是你要在了 你要在 你要带着我一起了 也没有 但是就是说 你真的是对美妆 非常的了解了 我觉得如果说 你不去成团的话 或者说不去唱歌的话 你做一个最顶尖的 美妆博主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哦 琳达 认证 此刻认证 我是一个美妆博主 很开心 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 很喜欢分享 跟周围的工作人员也好 我的好朋友也好 就无论是 真的是吃喝 任何的东西 用的美妆也好 还有包括我真的是 我的床单 还有我喜欢去的地方 都会分享 都会分享 对 特别喜欢这样 互相能分享的女生 那 话说回来 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呢 是这个宠爱攻略 对对对 那这个爱呢 就是眼睛那个爱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你知道镜头 扫过来的时候 经常我会看到 就是扫到你一个 上班师那一个表情 然后有的时候 会放大你的眼睛 是的 所以你对眼睛的保护 是不是会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非常的小心 因为其实我 开始涂眼霜 我觉得我涂的 还是晚了一点点 怎么说 真的 真的我就是 有一段时间 我就一直不知道 眼霜的重要性在哪里 然后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我的 就是细纹开始有了 表情纹开始有了 哇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飞 慌了 真的是慌了 然后他们就说 你真的涂眼霜吧 我说眼霜真的有什么用吗 他说你涂你就知道 然后直到我真的 开始涂眼霜 坚持了 就是直到今天 我跟你说 我的细纹就没有再增多 是不是 对 然后涂眼霜的话呢 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产品 跟大家推荐 当然好的产品 其实像我的职业嘛 我们的职业 就真的是睡觉是最重要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职业 是经常熬夜 而且现在工作特别的繁忙 我看到你的行程单 10月份大概你参加了什么热血满满的地 然后当导师 然后去了什么西安的音乐节 对 是的 所以这么忙的状态能睡好觉吗 就是睡不好觉 而且我是一个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人 我是一个很 就是很轻很轻的人 就是一定要全黑 然后没有任何的声音 有点声音就醒了 就醒 对 那这样的话你的眼 就因为我现在看过去觉得你的那个眼睛这下面 基本没有什么这个细纹 就是我 因为你知道这个小松瓶你知道吗 真的是我的入门眼霜直到今天 入门眼霜也就是说第一瓶用的就是它 第一瓶用的就是它 然后想象一下回忆一下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它 在国外的时候 在韩国的时候 在韩国的时候 对 然后就我周围 这个眼霜就不用说了 不用 这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就女生一般来讲了 就是入门眼霜应该就是我们的小宗瓶了 而且就是 一用用到 我现在还在用它 也是一样的 对 就真的是 去黑眼圈非常的有用 而且就是 它是一个 保湿 补水 然后让你的眼睛 它不是说 就是让你的眼睛充分地去吸收它里面的水分 然后让你保持眼部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不会干的一个状态 其实为什么会有细纹 就是因为 第一缺水 缺水吗 第一缺水 然后第二总是老是笑 然后缺叫 它就会有细纹 对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 我会 我要尽量控制我自己 不要笑 还应该是大笑了 因为我们科技现在这么发达 总是会有一些产品能够试用到你 但是刚才也是笑 因为我喜欢看到你笑 但是真的 我真的是眼上用跟不用差别真的太大了 怎么说 然后像我有时候突然觉得说 最近真的是休息不够了 然后真的是非常缺水的一个状况的话 然后我就会用小棕瓶来厚涂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厚涂的一个人 你还蛮奢侈的 因为刚才老师还在说 我们只要米粒大小一点点涂抹 然后你是厚涂 这个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面霜也厚涂 我眼霜也厚涂 就是我觉得 你很舍得 对啊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舍得一点 那你厚涂是说 就是说在眼睛这段时间 你觉得感觉特别不好的时候 你会让它就是 当眼膜一样的在用吗 对 当眼膜 就是整个厚涂 而且我就是涂完了之后 我会就是双手这样搓热 然后 敷在眼睛上 然后先用 先用你的指头 我是先用指头来按 按周围 其实我们的手是有温度的 对 手的温度会促进眼霜的吸收 然后在这个吸收的过程当中 然后 再去搓热 整个这样热敷 然后最后其实我睡觉的时候 这是你的手法 这是我的手法 对 然后还会这样子 就是用这两个手指头 然后这样子去拉 去拉 去拉 去拉提拉紧致 对 提拉紧致 但是提拉紧致是用 另外的那款面霜 对 这个小宗品 我就是真的是后敷 然后呢 就会马上我的戏文 就会改善非常多 你晚上的会不会是一个夜猫子 就是 比如说 刷手机啊 或者看电影啊 或怎么样 会不会 看小说 没有 我的那个粉丝 他们都跟我说 姐 你不要再打游戏了 我看到你再线 半夜还再线 你会打游戏 我喜欢打游戏 天哪 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大家不爱睡 睡那个早觉 就没有办法一件事情 就是要觉得 哎 夜晚的时间 终于是属于我自己 对 真的真的 我要干点我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情 你说了这个没错 所以就是很难说 你叫我十点半上床睡觉 我觉得现在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你说这个真的是没错 就是一天早上一睁眼开始 就要开始 吃饭 然后洗头 化妆 然后一天的工作 一直要说说说说 直到最后我自己回到房间 然后躺在床上的 那一刻才是属于我自己的事件 嗯 对 然后因为我是 我是金牛座嘛 我比较 其实比较喜欢 安静一点点 对 所以我会享受那个生活 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点 对不对 那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们这一瓶的眼霜的这个小松瓶 我刚才其实跟方方老师已经说过掉 就他除了说针对于大家 就是年轻人这个黑眼圈 因为没有办法 就可能大家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包括说呢 还有刚才就是飞飞说到他补水 嗯 像是你化妆之前的时候 你觉得眼睛比较干的时候呢 我会用一些这个之前先涂好 对对对 然后你觉得上妆以后 至少笑起来就没有什么眼闻 是的 对不对 第三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说 女生可能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些 看手机 嗯 看电影 对 然后包括说你看上班族里面 加班加点的整天面对电脑 嗯 这都是一些难关对于眼睛的一些伤害 对对对对对 而且时间久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说脸上这些皮肤啊 它变得那些很敏感 嗯 然后就容易有黑眼圈各种的细纹 所以这一瓶的可以说小松瓶的眼霜 针对于所有女生的问题 特别是熬夜的 面对电脑的这些女性真的是真爱 然后我们其实也可以让它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下 嗯 你有算过空瓶剂 这瓶用过有多久了吗 就有多少瓶了吗 我 因为我以前 我以前啊 不攒空瓶 对 自从我开始拍了Vlog之后 就是用完以后都舍不得 对对对 然后就说不行 我要攒下来 我要知道 真的我要知道 我就是用了多少瓶 作为一个专业的美妆博主 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我是我用的特别快 你用的特别快 对 因为我觉得你用完空瓶完以后 其实也想跟大家就是说去分享一下一些真实的一些经历 这样更有些说服力 对不对 就是它 它的这个质地 很舒服 非常的舒服 我就无法想象 很容易吸收 你那个厚涂得几勺呀 得好几勺 不是我就这样子厚涂 就是轻轻地抹开 这样子算是厚涂对吧 对这样子就算厚涂 因为有一些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可能真的是一点点 那还可以对自己对自己大方一点 我可能就会取这么多 然后这样子慢慢地推开 然后用你的指腹的这个温度 然后慢慢地这样子让它吸收 对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完全地吸收嘛 然后呢再开始一点一点一点地揉到它完全地吸收 其实这个也是促进你眼周的这个血液循环 然后从而去促进你的这个就是眼睛的休息 然后让它血液循环 你的黑眼圈慢慢慢慢地就会散掉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想问你一个 我自己个人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发现呢参加《成分破烂》的节目里面的时候 那些姐姐除开说在舞台上呢 每一个都非常非常地有才华以外 每一个人应该他们在私底下保养皮肤也是一绝吧 我跟你说姐姐们各个都是中草精 就是大家回到宿舍了之后 都会分享就是 你看你这个 你用什么 对我觉得你这个还不错 你用的是什么 然后比如说静姐呢 她就会分享很多她按摩的手法 一能静是不是 没有没有 宁静姐姐 宁静姐姐 对对对对 你觉得里面哪个姐姐就是保养皮肤最厉害的 我觉得每一个姐姐都有自己的小tips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的就是说的方法都不一样 有时候我说 到底哪一个是 就是都想去唱 因为每个姐姐的皮肤都保养得很好 然后像静姐的话 她有跟我说 她说因为眼周的皮肤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就是你在按摩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跟轻柔 就比如说像我刚刚做的这个提拉的这个动作 然后像静姐她是这样子拉的 她是轻轻的两只手 对 两只手 然后一直会拉到你的这个太阳穴往上提 你别说林静姐 你说她眼睛那么大 但是到这个 我看节目的时候 我看她眼睛还是那么的有声 然后那个细纹啊 或者皱纹 我现在是在屏幕前我是看不到的 没有 对静姐 静姐紧闻都没有 天哪 我觉得私底下应该要 除了姐姐在PK这些5G以外 应该要有一个这个美妆的心得体会 跟大家去分享 可能大家会也会更爱看一些 对 小燕金姐就 她我就记得她跟我讲过 就是说眼周的这个 比如说你要做这种提拉的这些动作的话 一定要记得很轻柔 不然的话就是适得其反 对 所以你在里面就 因为各自的种草 你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对的 是的 我真的是 各类的产品都 我自己也有给姐姐们有种草很多 比如仪器啊 什么之类的 对 说到双11 我每次那些来我们的明星梦想光我都会问问他们会不会去下当买东西 你的双11的时候你会怎么过的会怎么做 其实去年是我第一个双11 之前因为在国外对不对 对因为之前在国外然后没有国内的港 然后想说我我买了以后我寄去哪呢 对然后就是去年是真的是我正式回国嘛 然后就重新的就是装修我的房子呀然后买家具呀 哇那个双11我第一次体会到双11的快乐 怎么说 就是什么都买哇什么都很想买 而且你会发现说买的时候比平时买的要有很多的优惠 优惠太多了 就真的姐妹们双11开起来啊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我这一个晚上没睡觉啊 从我当然是 我记得我当时是在韩国 然后呢韩国的12点是中国的11点嘛 然后会早一点 然后我自己不知道 我一直完了完了完了12点了 错过了 后来他们说 哦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一个小时 还有一个小时 所以我是从韩国的1点钟开始 一直买买买买买买到三四点钟 就基本上要通宵了 对双11呢已经成为很多女生一个 怎么说欢庆的一个购物的一个节日 因为能够买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且买的还那么的优惠 就觉得非常的爽 那刚才呢 飞飞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 我们这款小钟瓶 它的那些好处 对你的眼睛那些帮助 是不是很多朋友也想 就是赶紧要剁手了 那这样子吧 今天晚上买这个小钟瓶 包括说双11期间 有哪些优惠 我们先听一下 我们的主播大儿 跟大家的一些介绍 好的 感谢Linda和飞飞的分享 那么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雅诗兰黛的小棕皮眼霜 那我手里这款小棕皮眼霜呢 是可以有多种的抗氧化和保湿成分的 是可以淡化我们的黑眼圈 以及改善眼周的肝纹和细纹 并且呢 可以给我们的眼周焦碎的肌肤 可以加强迅速补充水分 和眼纹修护的一个作用 那么针对这一款淡化黑眼圈 以及修护眼周纹路的小棕皮眼霜呢 只要今天在我们直播间 加入到购物车 10月21号 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双11活动了 那我们小棕皮眼霜呢 是买一瓶正装15毫升 会送出给大家 三瓶5毫升的小棕皮眼霜的甜装 一共拿到两瓶正的量 相当是买一送一 那所以大家这个活动一定是不能错过的 非常给力的一个活动 相当是520元 拿到两瓶正装眼神的用料 好那记得还有一件事情 除此之外呢 我们是在10月21号 零点到两点之间 只要在我们直播间付订金的时候 备注我爱亚诗兰黛 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暗号 就可以额外再享受 我们直播间的一个专属礼遇一份 好那今天大家不要忘记了 只要大家关注店铺 并且加入到亚诗兰黛天猫旗舰店的会员呢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小程序的一个互动环节 在我们屏幕的右上方 有一个好理专享的小图标 只要点击进去 就可以去完成指定的互动任务 积带能量 那么有机会一分钱去领取到一个价值699元的一个体验套组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加入会 好那我们记得10月21号零点来这边去购买 好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把直播间来转给我们的琳达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菲菲听到这个优惠来以后什么心情 简直了 简直几乎是买一送一 而且那么多个小样是不是 对 白送 所以今天今天是可以先预定是不是 今天可以先下预定单了 所以今天其实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面 现在都开始种草了 然后就等着双11的时候 立马下单 不是真的是小宗平 我在韩国的时候几乎是人手一瓶 化妆师他们都用 我们也都用 对 所以今天晚上呢 就是观看直播间 如果说这么多天都关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知道 每次呢我们这个 当然介绍完一些福利玩以后 就是一个抽奖的环节 然后奖声由你来 哇 最开的时候 送出的礼品是 送出的礼品是你来 你来 好好好 送出的就是刚才 菲菲一直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个亚时兰代的小宗平的一个眼霜 因为这瓶眼霜就像你说的 人手一瓶 每个人都爱 那这样我就说一个简单的一个抽奖的一个规则 待会呢可能就是 菲菲先说开始 然后呢其实我们会有一个糖窗出来 一个窗口 然后这个窗口就出现一次 所以所有的朋友呢赶紧就是点点点点点点 搓搓搓就拼手速 最后呢你喊停的时候 他就停住 好好好 那一位选中的呢就是机器被选中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产品会送给他 好的好的 那你说开始吧 小宗平 一定要人手一个 所以你不能没有 你要先说开始 他们才开始 还要开始 自己还在那边 好 三 开始刷了啊 三 再滚动了是吗 二 一 停 好 恭喜这位朋友 记得在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呢 一定要把你的联系地址呢 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 那在接下来十五个工作日内呢 我会把这个礼品送给你 哇 好 恭喜哦 我们来继续聊啊 因为我觉得雅诗兰黛呢 直播间里面有一点非常的好 就是每当我们有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说干 就把它说透掉 那比如说再说到眼睛的问题 因为今天晚上整个主题 我们就围绕我们的眼睛嘛 是的 那还有眼睛的问题呢 就是很多女生呢 喜欢化妆 因为化妆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会觉得说 哎 精神很好 包括说脸上有一点点的小瑕疵呢 是的 也可以把它给遮盖掉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说你的眼纹 特别是你的表情纹 也比较重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上妆呢 都盖不住了 就笑起来有时候 甚至会卡粉就更明显 是的 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产品 再跟大家推荐 就是这个是我想跟大家推荐的第二款产品 就是这个 亚斯兰黛的白金眼霜 嗯 来 给一个进京 这种专业的美妆博主手势要出来啦 嗯 对对对 它是这款呢 眼霜是紧致 然后会淡化细纹 嗯 紧致你眼周的皮肤 然后淡化细纹的一款眼霜 然后呢 这个是针对 就是眼周有问题的 二十五岁 对 二十五家的女性 而设计的 就二十五岁以上的女性 是的 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里面有蕴含的这个花金翠 对 花金翠呢 其实是一种非常 一种非常稀释的极地花 嗯 所以它有很强很强的这个生命力 所以呢 就是刚才像芙芙说的 眼睛里面 当你出现一些衰老的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眼带 嗯 哎 松弛 对 然后包括是说 眼睛你会发现说 有一点点老化的时候呢 嗯 它其实是可以提拉紧致 是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 菲菲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嗯 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眼部的 眼部的你会遇到 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吗 就是刚才那些衰老的 我会啊 我会啊 就是经常 有时候会觉得说 哎 我今天眼睛为什么会这么掉 为什么我的眼睛没有立起来 就是会有这个 就是化妆之前 总觉得就是很垮 嗯 有时候不仅是眼周垮 就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的时候 而且我知道你之前 呃 在韩国做练习生的时候 嗯 因为我 我有去过韩国 录那个综艺的节目 嗯 我觉得太拼了 嗯 你知道我们有一次哈 我我我这是我真实一个体验 嗯 就是我们 中国这边去的艺人呢 都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了 了 所以我 待会也很想问你这个问题一下 他基本上 我们早上大概是 七点钟开工 嗯 你知道在中国 基本上很少 除开拍戏 啊 但一般来说 你综艺节目 哪有七点钟开工的 是 他说七点钟开始开工 然后我们一直录像 录到大概中午的时候 的吃点饭 嗯 然后录到五六点钟的时候 再吃个饭 然后就叫你八点钟 还是九点钟 因为 在我的印象中 八点九点应该要收工了 对 他八点九点 不好意思 刚刚开始 进入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 他可以再录到凌晨 两到三点钟 是 然后第二天早晨 不好意思 又是七点 对 所以你知道 七点钟是开工 嗯 也就是说我醒来的时间 必须是 可能五点钟 嗯 我就开始洗漱啊 化妆什么之类的 就你 基本上只能睡 两到三个小时 你之前是这样的吗 你知道录综艺 如果是连录两天的话 基本是这样子 你怎么扛下来的 就是硬扛啊 对 然后但是就是 呃 确实是你说的没错 就之前我有录 李党就是旅游类的节目 嗯 然后他就是也是早上七点钟 然后晚上十二点了 还在酒店补光 要准备拍我们卸妆呀 所以你当时什么心情 我当时想说 天啊 真的是大家都不睡觉了吗 就是 就是哎呀 因为因为对于女艺人来讲 就是我们都希望能够保持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肌肤状态嘛 对的 对 然后所以真的是 睡眠特别的重要 但是这个时候又没有办法 这个是特别滋养 嗯 嗯 你说 那大家可能也会有个问题的 就是说哎 两款眼霜一起用 嗯 问一下飞飞 你到底是怎么用的 是同时在用 还是说分开在用 那是什么时候分开用 我同时在用的情况也有 分开用的情况也有 我觉得我觉得你每次的答复给我都让我觉得哎脑洞大开 同时在用的情况也有 同时在用的情况就是 是 比如说 呃 我们在 我在洗完澡了之后 我可能就会先用这个 宗平的眼霜 嗯 然后呢 你有时候比如说你可能不是马上就会 洗漱了 然后马上就会睡觉 嗯 然后等它完全吸收了以后 我会再涂 睡前了以后我再涂这一水 然后再用这个 按摩 按摩 然后呢 我会用蒸汽眼罩 这个是 因为我会带蒸汽眼罩 真的吗 嗯 蒸汽眼罩睡觉 粉丝也会送我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很贴心的 给我送蒸汽眼罩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蒸汽眼罩它是有加热的功能 它会促进眼霜的吸收 就是血液循环 是是是 它会促进你的眼周的血液循环 然后促进这个眼霜的吸收 其实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像 呃 我们涂的面霜也好 眼霜也好 其实要 为什么说我喜欢厚涂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涂的这百分之百的这个 所有的眼霜跟面霜 但其实它百分之五十 全部都被空气 嗯 去就是蒸发掉了 对 我们的我们自己的肌肤 只能吸收百分之五十 嗯 对 所以就是其实是不够的 对 就要需要按摩的手法啊 需要 还有我的这小tips 就是用蒸汽眼罩 让它促进快速的血液循环跟吸收 嗯 那我觉得你对眼睛这部分真的是极大的一个耐心啊 嗯 对啊 眼睛真的很重要 眼睛是我们心里的穿户 好 那同时再用是这样的一个办法 如果说分开用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比如说你什么时候会用这款白金的眼霜 什么时候会用这个小松平的眼霜 如果分开用的话 分开用的话就是 真的是我觉得我睡眠特别不好的时候 嗯 然后呢 我会用这个 然后当我觉得 哇 我今天真的笑太多了 然后我就可能用这个 其实交叉用也挺好的 对 其实交叉用 就是一起用都可以 我 我自己呢 就是说我日常一般来讲 因为我到了一个需要看衰老了 这样一个年纪了嘛 所以我日常的话呢 我会用这款白金的眼霜 嗯 那就像你说 如果说 这个工作比较多 或者说我们家双胞胎比较吵 让我不睡觉熬夜的话呢 那我这段时间会主攻用小松平 小松平 就他们两个之间就像是那种 互相交替的 哎 根据你当时 你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 嗯 然后你可以去调配它 嗯 我觉得这个感觉也很棒 是的 是的 而且我有时候会用眼霜来涂紧 就是 就是脖子 哎 你跟我一样 你知道 因为它真的是很滋养啊 超滋养啊 对 然后我会用它干嘛呢 就是因为眼霜太贵了嘛 刚才老师说 米粒大小 米粒大小 对 但是我有时候就心里想说 哎 Come on 我的脸也不是说只有我眼睛 因为我有法力纹 对 还有抬头纹 因为 就是我会把眼霜多用 对 不好意思 眼霜对吗 它竟然能够淡化眼睛的细纹 请问法力纹跟它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就把这个掰开 就用它 你说到这个 我的抬头纹 那天我拍 你有吗 我真的有 我真的有 虽然我现在抬开 我是真的有 那天我拍Vlog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化妆 你会 你会就抬眼睛嘛 特别是我 其实我表情特别多 然后呢 就是Vlog Vlog我是真的没再管了 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偶包了 哎 我很喜欢你的Vlog 因为你每次说的都是那些大实话 哎呦 我没有偶包了 就我没有偶包 然后就我的抬头纹 就一下子就三个 还是不知道四杠 然后粉丝就在弹幕 特别喜欢看弹幕 然后弹幕粉丝就说 王姐请你 救救你的抬头纹吧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 哇 我最近的抬头纹 真是太重了 我就开始各种 就有点害怕 都开始各种你知道吗 各种往上提拉 就说你快点给我消失 那你别说啊 真的就是 因为眼霜呢 大家我就觉得 因为它价格稍微昂贵一点点 就大多数女生来说 会涂你的眼霜 但是你想 眼部这边的皮肤的问题 你的抬头纹 法令纹 包括说颈纹 它也可以 对 它当然也可以 而且还真有效 然后这一频道 要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坚持 大概用四周的时间 因为它都有一个疗程 疗程 对 你就可以淡化你的细纹 如果说你坚持 用八周的时间 你就会发现说 你眼部这个轮廓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提拉的紧致 包括说你的紧纹 还有你的法令纹 你的脸都有点点 就是网上提的那种 提拉紧致那样的一个效果 就特别棒 但你还很奢侈 你这样用得好快 所以我的眼霜用得很快 所以你的Vlog可以一直拍 因为你的空瓶好多 对对对 然后现在我家真的是太乱了 我家真的是东西太多了 因为现在本来东西又多 然后现在还有空瓶又扔不掉 你说我怎么办 一直只能一直录那个Vlog 然后让大家去 赶紧录一期空瓶Vlog 然后把空瓶扔了 对 话说这样子 因为这一瓶的 我们的白金的眼霜 可能今天晚上朋友呢 听完以后 终于明白说 原来亚世兰带两瓶眼霜 有这样不同的用法 但如果说你觉得 菲菲说的跟你的 就她的皮肤的肤质 或者是说你觉得 她的办法很好的话呢 你是两瓶也可以一起再用 那关于这一瓶的白金的眼霜 今天晚上我们到底会有 哪一些的优惠 还有就是双十一有哪一些的优惠 我们也请我们的主播大尔 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亚世兰带的白金眼霜 那是萃取了喜马拉雅的吉利花精华 它是可以即刻来改善 眼波肌肤的暗沉 同时可以坚持使用四周的话 可以淡退眼闻 八周可以紧实眼周的轮廓 那也是我们菲菲口中赞不绝口的白金眼霜 那这款白金眼霜只要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加入到购物车 10月21号来抢付定金 就可以买一瓶15毫升的白金眼霜 送出三瓶5毫升的白金眼霜 也就是说花一分钱得到两瓶症状的量 那这种活动一定不要错过好不好 然后额外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在10月21号0点到2点之间 备注直播间的暗号 我爱亚世兰带 会有直播间额外的一个专享礼遇给到大家 那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要忘记只要关注店铺 以及亚世兰带天猫旗舰店的会员 那你就可以来去看到我们屏幕 右上方有一个会员专属的小标志 点击进入完成互动任务机的能量 那么有机会可以一分钱来兑换 价值699元的体验装套组 所以大家记得 一定新来的粉丝 一定要记得关注直播间加入会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把我们的直播间交给Linda 哇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就是每次听到这个福利的时候 就觉得我们今年双十一有得干了 就大干一张 我以前是不看直播的 是我妈才看直播 你都看什么花呀 什么多肉啊这种 我刚回国说为什么一直在看直播 现在我来直播以后我才知道 你明白了 真的要看 因为真的是太划算 太值得了 所以这一次呢 你今晚直播也没叫你妈妈过来看 你叫你好朋友们 对哦 我今天忘了叫我妈 你应该把你的亲朋好友 但是我闺蜜在看 你闺蜜在看对不对 好那看看你闺蜜今天晚上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运气 因为马上又到这个抽奖的一个环节 对 这一次我们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白金的这瓶亚实蓝带的眼霜 那规则还是一样的 就是待会儿飞飞说开始了 然后我们的谈目 谈出来大家就是 拼手速好不好 那飞飞 好 开始 好 我开始数了啊 三 你好快的速度啊 他们已经在滚动了 在滚动了 是吗 对 二 真的是赶紧吧 这个我觉得谁是幸运男呢 一 停 好 恭喜这位朋友 记得十二点之前 一定要把你的联系地址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们在工作日之内呢 会把这一个眼伤送给你 我觉得直播时间 你不觉得过得很快吗 是啊 直播时间 每次我都说 一开始说什么 二十分钟还是三十分钟 我说肯定不够的 不够聊 女生一聊就可以一直地聊上去 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刚刚在 就是刚见面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话还想聊的 但是就是时间不够 时间有点短 那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直播间呢 我们其实是一直会延续下去的 是的 希望以后的时间呢 倒是飞飞有时间 经常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好不好 那在直播间最后的时候 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去分享的 就是 就是一定要记得一直观看 雅诗兰黛这个直播间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值得 我不重要 你们直才重要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多天 其实都是各个姐姐们都过来做直播 明天他们的总裁会来 全球的雅诗兰黛带来的总裁会来 我们直播间 好像也要跟 有些话要跟大家说一下 不过我觉得总裁来 应该会有很多礼物送吧 好送吧 明天的直播间一定要看 为了你们自己 好的 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谢 飞飞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我们这个直播间呢 可能就要葬告一个段落 但是我们福利的直播间还会继续 是的 所以就跟大家说 拜拜 明天一定要来看 总裁一定会送很多的 好 希望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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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但